小島移情篇 星際 藍色那一座是星際酒店 星際酒店大堂庫來堂皇,樓上是賭場 由於是小島移情篇,所以設定的本金為3000元籌碼 閃亮的位置開出了兩把曬兩把大 揭示了目前暫時的規律 於是當機立斷按照計劃投注1000元籌碼,賣光 結果是行運地按規律開出了 第一座落著1000元,加上本金,贏至4000 接著第六把,按規律繼續去 第二座投注是3000元,按規律開出了 連本帶來贏至7000 按照贏要谷消息的博彩至勝理論 按照當前的規律,下一把應該開出大 贏時要順勢而上,要谷著上,第三座落著上升為5000 結果按規律開出了大,第三座連本帶來贏至12000元 一般情況下,連贏三關就要止補 但是由於勢頭正好,所以決定贏多一座 倒多一座再 最後一座落著的攻勢是確保了有勝利果實的 決定落著8000,即使輸了都可以贏回家 再看閃亮,結果按規律開出大,贏了 連贏四把連本帶來贏至20000 這些是我落著的數據 要切記記住,速戰速決,千萬不要長倒 好,最後將籌碼兌現回現金回家 祝大家好玩